今天讲这个话题主要是通过历史上 但是我们知道比较多的是他爹努瓦哈斯 因为努瓦哈斯是女神族的一个首创 但是他自己没有称帝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建立一个地图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黄太极继承下来 然后他是怎么样把一个几万人的一个小部落 发展到最后接近整个中国 但是他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上市 就是他上市之前他自己就先逝世了 所以他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开创 这个我们就通过历史来讲一下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一下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看电视剧啊 就有几个就是那皇帝的那个手下 他有些人就自称奴才 有些人自称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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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知道什么分别吗 有人知道 奴才是他的奴才 是他的奴才 是他的奴才 或者是他的奴才 是他的奴才 对 实际奴才 实际奴才是比成是更轻的 对 他主要是 就是因为那个满族的他有个八旗制度嘛 如果满旗大概他八旗制度 就有那个他把自己的主要的几个奴才的集合者 他分成那个或者他战功的那个創 别有战功的这些功劳的人呢 他分每个人长一个旗 然后这个旗下面呢 他是士兵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 平民啊都是分在这个旗下 所以这个这些人呢 就是相关于他自己的 所以那个 在那个清朝呢 如果那个 他的下主对那个 对那个皇帝称奴才呢 一般就是他那个 他那一只席的下人 就相关于有点像我们朝上人讲 这个奴才的意思就是相关于我们朝上人讲那个 嘎嘎嘎 自己人这个意思 所以呢 在清朝的时候 如果你是属于汉人 然后你不属于那个旗的 那个法旗里面呢 你是没有资格称奴才的 就是他有点像这个意思 如果你那个写奏折啊 写自己是奴才呢 那个皇帝会 会骂你的 而且会改正你的 所以那个 一般只有汉人呢 会称自己是 那个写奏折的时候 会称自己是钱 然后呢 满洲人呢 如果跟他比较亲近呢 或者是他自己那个旗下的人 就会写奴才 像那个 这个曹雪芹的那个 他的爷爷 那个曹 曹盈 就是他是属于郑白旗的 就是郑白旗呢 他后面是属于顺治的来管的 然后他 他就是这个 他就是这个 跟康熙呢 就是属于念的成小 嗯 一直长大 他就在包衣 所以他跟他的关系都没有好 大概就是这个 然后看一下 这个黄太极大概跟这个满清大概这个历史 前面呢 就是 奴哈士 奴哈士 他大概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 奴哈士生党的年代呢 就是 明朝的中后期 然后呢 他 大概他通过 奴哈士的爹呢 他爷爷呢 他其实是明朝的 相当明朝的一个首相 他在帮助管理那个女征服的一个小的那个将领 然后他 突然那个 有一天 他去 劝详一个 一个 叛变的 一个 部落 然后 被那个明朝 那个 去去杀敌的时候 顺便顺手杀了 所以奴哈士跟那个清朝就是 跟明朝就开始 有点仇恨嘛 就是他爹跟他爷爷就被那个 其实他中入明朝 结果他被误杀 所以呢 他大概放了 他第一个爷爷呢 他大概 遗传给他 就叫十三不盔甲 然后他就用十三不盔甲 就慢慢统一了整个女征 女征大概放了三部分 大概的 女征的那个 生活的 生活的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现在的 辽宁跟那个 吉林跟 配隆江最大 这个 他建筑女征呢 就是大概在那个吉林跟 吉林跟辽宁之间 然后他用三十年的时间 他就统一了一个建州女生 然后再到一 大概他到五十多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建立一个那个那个 那个王朝 他叫叫金 但是呢 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宋朝的时候 就有一个 一个王朝叫金嘛 所以就把它分 叫做后金 因为之前我们那个 北宋就被一个 往常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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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嘛 所以他后面分出来 就叫后金 然后呢 大概 又 又过了几年 一九 一六一九年呢 他就开始发动 贵民的 明朝的那个大规模的战争 所以就是第一次大战呢 就是这个萨谷之战 萨谷之战 萨谷之战 大概在那个 辽宁的那个 那个 一个大的那个山区 上面 投入 双方投入兵力 就是 明朝大概投入十几万人 清朝大概 他加起来 有个 七八万人吧 结果呢 整个 战定下来 明朝那个 十几万军 全军覆没 然后呢 这是他第一次重大的一个 胜利 然后从自治战 之后呢 清朝就开始 有这个野心说他 他能建立一个 地方性的 那个政权 但是那个时候没想说 他能够统立整个中国 然后到 1626年呢 大概六十几岁的时候 就 如果他就死了 死了之后 他 传给 他没有 死了之后 他没有指定太子 就没有指定说 王主 是谁 然后他 那个路上还是很明显的 很明确的说 他不希望那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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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主 他希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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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概 黄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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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被推举出来 但是他被推举出来 其实是经过一番 那个 武战 或者一番政治战争 斗争 呃 然后才 有机会上去的 然后大概 他大概是1626开始上位了 但是他不算一个 呃 那个帝王 他只会成为那个 就以前说的可汉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是一个部落的那个 首领吧 然后他在大概那个 任期之内吧 他大概做了17年的 那个那个首领 崇征呢 我们明朝那时候 崇征比较晚了一年 呃 登地位 也是做了17年 呃 17年呢 崇征就大概啊 就丢了他的江沙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早一点呢 他这样建立一个文朝 其实就是相当我们现在 建立一个新企业 然后打败一个旧企业 就是意思了 然后他主要这个1644年 他就那个 进入北京了 他大概164年 那个之前几个月啊 他就死了 结果他有点不信 就是我们现在人 不是 就是了解他比较少 但是了解比较多一个人 叫多滚 多滚是他帝 但是他就继承了他那个 就是他这个 一手好牌吧 然后看一下他这个是怎么 他是那个 开始接盘的时候 他怎么大概的情况 他是在 他爹死的时候 又要求那个八旗 集体统治嘛 就是相当 其实这个东西 有点像我们中国 现在那个 像那个 高层的统治 就是每个人管一部分 但是在这个地方 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 因为他那个 他如果还是死的时候 他那个小部落 大概只有 五六万人 他那个 八旗制度呢 是 这五六万人 不只是士兵 他也是包括 那个全部的人口嘛 因为他们 他们那个 士兵平时也要 那个打仗 然后打完仗 就要公帖 所以呢 他这个 八旗制度呢 他就 里面 他希望 他的子弟呢 就 不要有一个人做主 然后就 所有的 八个人呢 集体统治 但是呢 这里面有四个 可以说 四个军伙吧 四个人是最有资格的 第一 其实奴阿 他本来有一个 皇储 这个人就是 大儿子 大儿子呢 他的问题就是 他跟所有人关系都不好 然后他 他那个威杰说 如果他以后 上台的话 那他把那个 他的兄弟都杀了 结果呢 那个他的兄弟就 撕押 给那个奴阿 他撕押 最后这个大儿子 脾气也不好 最后被奴阿 就自己杀了 然后他就 就那个 剩下几个呢 就比较 里面最大的就是 戴上 戴上是他二儿子 然后就戴上了 他的那个 他的儿子基本上 打仗都是一流的 他有16个儿子 但是这几个大的 都是一流的 但是这里面呢 就是大儿子 就是戴上最大的 然后还有一个 阿敏 是他的子子 是他弟的儿子 他弟呢 他弟想跟他分家 然后就被他抓起来 然后他的弟的儿子被他杀了 就甚至 还有另一个 就他那个农王 他把他养在这里家 就算他戴上最新的 这是阿敏 也是一个旗主 还有蒙古 蒙古 蒙古 他也是他的第五个儿子 也是一个一旗的旗主 王太吉 王太吉 就是他的第八个儿子 他那个时候 在这四大辈子里面 他的年纪最小 但是这个王太吉 是努华车里面 儿子里面 唯一一个有多数人 因为他看起来 大概都是不怎么多数人 就是打仗啊 或者是那个 射箭 打猎啊 都是一有 但是这个王太吉 是懂得管理啊 懂得政治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这个王太吉 从小呢 努华车就让他管理整个 他的相当大后勤的事务 但是这里面八旗旗主呢 这个戴善 戴善自己长一旗 然后跟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也长一旗 大概每一旗呢 这个时候只有七千五个 士兵 士兵大概就是他们里面的壮兵吧 就是他打仗 打仗就是平民了 然后整个人口呢 大概加加起来 加到他的奴隶啊 各方面 不到二十八 黄太吉他这里就 自己有一旗 然后他的儿子也有一旗 就相当于他这里有两旗的兵力 那个戴善也有两旗的兵力 不过戴善的儿子叫月托 这个月托呢 从小是 就是他跟那个黄太吉长大了 就是黄太吉比较大几岁 所以他跟那个黄太吉的关系比较厉害 所以呢 这个月托是更支持黄太吉 这个黄太吉的关系比较大几岁 然后还有这个 像这个阿季格和郭奥呢 这个阿季格和郭奥呢 这个阿季格和郭奥呢 还有郭奥呢 三个人是五个妈生的 三个人呢 年纪比较小 这个阿季格才二十岁左右 郭奥呢 郭奥才二十岁左右 郭奥才十四岁左右 然后郭奥才十二岁左右 所以呢 他自己个人呢 就是他妈 他那个 他们三个人是同一个妈 他们三个人他妈呢 是那个 郭奥才是比较 就是比较宠爱的 所以他给他们三个儿子 分了两岁 兵役给他 然后多本跟阿季格长一岁 就是多多自己长一岁 最小的 他这个是第十五个儿子吧 还有一个更小的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 如果他要做那个 你要做老大 那你要 自己一个人要随 谁 不服谁的 但他的实力是 就是 那个 怎么靠这个实力 或者靠各方面的手段 能够登上这个大牌的位置 就 这个 这个代善呢 他各方面都没问题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 他声音不大 因为他代善跟那个 那个 奴阿世的那个 有些后非啊 有点 那个关系 有点曖昧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可能 因为当时那个 奴阿世就快 那个年纪比较老的时候 他那个 他的后非 有些人希望 因为他觉得那个代善 可能是 能够继承他的 王位的嘛 然后他就希望 跟他搞好关系 但是啊 那个代善跟什么人 都关系都比较好 所以他就 别人说他有点曖昧 他以前这个忙过 or the были 就是他妈 或者是跟那个 那个 那个多奔他妈 这个可能有点曖昧 但是具体 是谁就不知道 然后呢 他的声音就比较差 然后这个忙过 他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脑子 因为他妈 那个名声就比较差 而还别人说 他那个时候 所以他就 自己把他妈杀了 他为了 那个 那个 那 他为了 他那个 所有人都看得起來,所以他也聽不懂他沒機會,這個人是比較有勇無謀 然後這個阿巴亥就是士大飛的那個傳說羅,他是希望他能那個殉葬 因為他那個時候是一個比較原始的部落,然後就被逼就是這個羅爾滾他媽,可能三個人嗎 被逼這個殉葬 黃奈提就是他的人際關係啊,管理手段,各方面都是比較認可,別人比較認可 所以他支持他的人就比較多 所以這個時候呢,大概就是他這個 就他繼承的時候,大概定義是這樣,就是這個是戴薩 戴薩呢,他在自己長一個鄭王子,然後他兒子長一個鄉王子 然後這兩個,這個阿民跟那個芒果,他就長那個鄭王子,那個鄉王子 然後這兩個,這個阿民跟那個芒果,他就長那個鄭王子 然後這三個,就是那個他媽被那個殉葬那三個人 然後這三個,就是那個他媽被那個殉葬那三個人 就長那個,這個多多,自己長那個鄉白旗 多葵跟那個阿季格長的鄭白旗 現在很多那個,有很多那個辨識劇啊,講那個多葵說 一個傳說,那他老爹要傳位給他是不是 其實是,這個絕對不是事實 因為,你看他老爹,給他那個多多的那個賓力 比給他那兩兄弟還多 因為那兩兄弟才長一起 所以那個多葵,這個東西都是後面多葵要國權的時候 他這裡面倒出來,就是他在那個奴阿子死的時候 大概這個兵,這些都是他那個兵力的分布 還有那個權力的分布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他們討論之後的結果是那個 這個阿民說,我可以推那個皇太兵,推你為軍 但是呢,你登上軍務位之後 你要允許我自己帶兵離隊 就是我自己去那個境外謀生 這意思就是他,我們去那個朝鮮 我會拿臉自己自己去棍了 然後呢,那個,然後那個,這個皇太兵就想 如果我讓你走的話,你別人也要走啊 就說八級就上了嘛 如果那個很小的,就加加起來才幾萬人的那個兵力呢 如果他們每個人都走了,他這個做這個皇帝就沒什麼意思嘛 而且那個,那麼多條,那個勢力後面就會被尊敬了 所以他這個時候要,要怎麼妥協呢 然後這個,芒果爾他就不服 就是他比較大嘛,這個是第五兒子 這三個人是親兄弟,這個是他那個長兄弟 就是他那個芒果爾他就不服 然後呢,這個時候大概的情況,這三個人就比較小 三個人是,沒什麼特別 所以這個時候呢,戴上就想出一個辦法說 那個,我們推舉那個皇太兵,那個做大男 但是呢,這四個人呢,平起平坐 然後呢,這四個小的呢,就那個,拜他那個,宣誓 然後相對那個,幾個大男就一起平起平坐 然後你們小的呢,就那個,稱他為君嘛 就給他那個,那個儀式上的遺式嘛 所以這個時候大概就,沒想達成了那個妥協 因為他這個小弟,之前他兒子 這個人也是,黃奈吉的那個小弟 因為他這個人呢,他更支持黃奈吉,不支持他爹 就是他的關係跟那個比較好 然後這三個,是那個,鍋爾滾跟鍋國呢 然後他媽就被那個,被那個殉葬了 所以他就倒出了 但是他這個人很小,他沒有,沒有機會往看 就是他們還不成修 所以他大概,大概的情況就是 黃奈吉通過一個妥協 然後大概就勉強維持住了 這個形勢,就沒有這個分裂 但是這個時候他這個,就開始想有沒有辦法 然後能夠把這個企業做大 把這個企業做大 他這個時候,接盤的時候大概的情況這樣 大概那個,整個,那個 他整個王國就是那個後勁啊 大概佔了這個那個,遼寧的一部分 跟那個吉林的一部分 他上面還有一部分叫那個 叫做,野人女生啊 那個黑龍江那邊他還沒稱呼 就是,就是四面都是敵人 那個大明那邊就不會說 大明的那個江山還是很大 然後那邊的蒙古呢 蒙古的是以前那個 因為明朝打敗那個元朝的時候 那個元朝那個,他沒有滅王 他只是跑到內蒙古了 所以啊,他就那邊也跟內蒙古 就蒙古那邊還有一個政權 然後朝鮮呢是那個明朝的那個官國嘛 所以他是,明朝跟他圍攻他的時候 那個朝鮮就會幫那個明朝的 所以他這個三面環帝 他只有幾萬的軍隊 然後他怎麼 對,就是他接盤的情況 開始的情況 然後這個皇太極開始就慢慢的想辦法 怎麼樣 發現這個部落 因為他這個部落呢,他那個 還是比較落後的,包括 他那個奴哈是再生了 那個整個女尊啊 基本上屬於那個奴隸世衛 對,就是因為那個文化是打仗 是很一流 但是他基本上打仗就是搶錢 搶那個物,然後搶那個人 搶那個人,搶人回來去做那個奴隸 給他增典 所以呢,他這個 黃太極他是讀過書的 他就知道如果要那個 要改變這個這個部落呢 大概要怎麼樣,通過一些方式 然後去慢慢把這個發展成一個先進的東西 然後去慢慢把這個發展成一個先進的東西 然後第一個就是 那個漢化 漢化的意思就是 那個整個民族啊 給他那邊推 推,施加一些文化教育 然後他就通過這些不同的 東西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來具體講 他這個是怎麼做到的 但是他大概就有這個想法 他一件事就是 他上來的第一件事就是 推行一個政策 就廢了那個 那個漢化的那個政策 就是那個漢人怎麼 就是他抓過來的漢人怎麼做奴隸 他廢了,他就把這個廢了 他第一件事就是 那個馬漢一家 他說那個所有那個漢人啊 因為他那個那個漢化的這個 漢人做奴隸這個政策 有一個弊端就比較嚴重了 那個他抓了很多漢人 就打仗的時候在明朝 旁邊做很多漢人去做那個奴隸 但是這個奴隸呢 平時給他那個打工 或者給他增填沒問題 他盡量在那個水井裡面下毒 因為那個滿洲人 就是你平常去打仗啊 他幫你增填 但是如果他有時候那個滿洲人打他 或者是虐待他 但是他他這裡又打不過來 那怎麼辦呢 就是那個給他下毒 或者是搞一些漢中那個 漢中那個那個那個坑爹的東西 然後就有很多滿洲人 經常就莫名其妙死亡了 所以他要怎麼改變這個東西呢 你不用他也不行 你用他他又是齒皮 你拿刀嚇他的時候他就給你坑爹 你不在了時候他可能就給你搞一點那個小動作 所以他就把這個政策廢除了 他就第一個就把那個盧他的政策廢除了 然後說這個漢人是因為我們滿洲人一樣 如果這個漢人有本質呢 就是他也可以提拔他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這些 滿洲人不能隨便地捏 就是捏散這些漢人 或者不能隨便地打他 或者怎麼樣 所以他就把這個政策廢除了 這個廢除這個其實非常有很大的阻力 但是他自己推行了 然後他就推行了這些政策 就是說這個如果投降呢 他本來全部就是那個 給他大赦 然後給他那個滿洲 他就沒有這個歧視政策 他就滿既然你自己做了我的那個 做了我的子民啊 全部都是那個赦免他的隊 然後給他坑爹田 給他坑爹田 給他坑爹田 因為他那時候的地盤其實挺大的 在東北的 你去過東北的就知道 因為東北其實那個土土地啊 有比較大片的平原 就是那個土地是比較 就是比較肥沃 所以他那個種田那邊呢 其實是那個 就是那個環境還是可以 就是氣候比較長的 然後他開始呢 就做比較大的那個政策 他就因為之前那個滿清跟那個 蒙古其實有打過仗 但是那關係呢就是死好死壞 他就通過了一個辦法 就是跟那個蒙古聯姻 跟蒙古聯姻 就是我取得那個 部落裡面的那個公主 然後呢 我們這個關係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這個還沒有正式 就是比較 比較長期的那個關係 就是後來那個黃愛奇 就把那個比較定下來 就是跟他那個 黃愛奇其實他本身是 很討厭蒙古人的 他私底下他說那個蒙古 因為蒙古人姓的是那個 他就是來服服他 因為他本身他本身 他本來是很不穩的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黃愛奇很討厭這些東西 但是他他後面呢 大概一兩年時間 他後來為了跟蒙古聯姻 搞了關係 他自己就 他登基 他後面登基了 他自己 他自己 他就改姓說 我為了 為了要被那個 擁獲這些人 他改姓那個 那個 然後最後那個西藏 還有那個蒙古的人 來姓他 就是來服服他 因為他本身 他本來是很不穩 有點像我們那個 共產黨吧 唯物主義的 他是本身是 胡他性戒的東西的 但是他自己 為了那個政治上 跟這些人 搞好關係 那樣他 他自己就改 改了那個 那個中將 然後他 就是把那個 跟蒙古 還有一個呢 就是他開始就 在他自己的那個 因為他以前那個 盧哈斯在的時候 那個是沒有什麼管理的 就是巴奇 然後我將人幹嘛 就幹嘛 但是他開始就 設了一個東西 叫書院 這書院就像他一個 內閣吧 他開始設了一個書院 因為他那裡 滿洲人是沒什麼文化的 他就 開始呢 用一些人才 這個 比較早期的 人這個就是 泡文城 還有一個 寧光網 還有一個 暴藤仙 這幾個人 就是大概 這個人怎麼你了解 這幾個人 應該是滿清的 開國地獄文城 他這個人呢 他是 一個秀才 一個 在明朝的時候 在那個 在那個 明朝的時候 可能有一天 看到那個 打仗的時候 打不過 就投降那個 努哈瑟 應該是比較高級的 那投降努哈瑟 努哈瑟 努哈瑟呢 沒什麼重用他 就覺得 這個就是有點 文化的 就沒什麼重用他 但是呢 王太極呢 就是 意識到 這些人有 比較大的用處 因為他 所以他就把這些人 吸收到那個 書院裡面 書院裡面呢 就 開始幫他 施行一些 規章制度 譬如說 什麼施行那個 獎程制度啊 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 開始 吸收很多的漢人 進入他的那個 幕僚 就相當於 他那個 內閣吧 所以這些人呢 但是後面 我們就知道 他這個重用很大 還有一個叫同氧性 這個人比較重要 為什麼 因為在過 大概在過兩年的時間 他 努哈 在對島上 打到那個 河北的一個地方 叫永平 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造那個 大炮群 結果呢 打到那裡的時候 把這些人都抓走 然後呢 抓走之後呢 發現一大隊的人 會造那個 紅衣大炮 結果呢 這個人就幫他那個 那個 外裡看 你造紅衣大炮 那個紅衣大炮很厲害 因為以前 也有大炮 他以前大炮很短 就是他那個 擠結結起來了 他擠結結起來了 那個大炮呢 就打不遠 就以前打 大炮要放在那個 正前 要排在那個 那個 打仗隊伍的前面 然後那個 大炮的射程很短 因為他那個 擠結平底的 那個石炮 那種呢 他會漏氣 然後那個紅衣大炮 就是比較常那個 葡萄牙人製造了 他這個技術掌握的時候 他就非常重要 因為 因為 如果他是死的時候 就是因為 他打仗 輸在那個 圓蟲犯 圓蟲犯 圓蟲犯就是用這個 紅衣大炮 就是 讓那個 他吃了一次敗仗 所以 他的那個 那個 去攻那個 圓蟲犯的時候 就是被這個 炸殺了 然後他到這個 後面的時候 他就 沒幾年他就 掌握這個技術了 就關鍵的 那個 那個 芯片技術 然後 同時 他自己又開 又開 做一些 培養人才的那個 就開始 推行教育啊 因為他知道 如果他要建立一個 王朝 他不能沒有教育 就是 培養那些 很立化的人才 就是 還有開 那個科舉制 就學了明朝 開始科舉制 然後 最重要呢 他開始 就是 那個 招降這些空降人才 就是 那個 打敗 打敗 因為 那個 之前那個 奴阿斯 對他打敗 這樣的人 要不就做奴隸 要不就是殺掉 難得殺掉 你就做奴隸 盡他幹 但是他開始呢 就開始用這些 戰斧啊 或者是 那個 武術的戰將 就是相當於 他就 拋棄這些 什麼原則性的 敵對關係啊 什麼都沒有 就是 他這樣的話 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每次打仗 然後我就 抓一大B人 這大B人呢 我對他 那個 政策比較好 那麼 可能就會對他 效忠 這個可能 現在我們能理解 有點難 但是 他這個政策 在整個滿心呢 是比較一致的 到後面呢 其實整個影響 整個滿心 都受那個影響 像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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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期的時候 打仗的人 呃 大概 他登基幾年之後 就 這個以漢人為主了 尤其這個戰將 都是以漢人為主了 因為他 會對這些 嗯 投降的人 那個 政策比較好 然後他的口袋 口袋也比較好 所以呢 他就慢慢吸引了 越來越多了那個 投降的人 像那個 暴同仙 其實這幾個人 早期投降 像那個後面就是啊 像那個 暴同仙 還有這些 明朝 那個清朝 早期有個三方 就幾個那個王 也是那個投降的 像這個 呃 本仲明 還有那個 尚和喜 這兩個 就是 他以前是那個 他以前是那個 一個 一個 毛文龍的戶下 但是那個 毛文龍被元龍旺殺了 殺了之後 那些人呢 就離心了 哎 我那個 忠誠那個明朝 聽不懂 所以這幾個人呢 就自己帥 帥兵 帥了一兩萬的兵 直接投降都給清朝了 所以這些人 他都比較 那個 然後後面 我們看這個 比較重要的 像那個 楚大壽 還有紅塵 這兩個是比較 那個關鍵的 但是呢 那個 楚大壽那個故事 是比較 代表性的 像我們以前就說 那個要成立 帝王霸業 必須要重用人才 對不對 像那個 蕭和月下 追韓信 就是那個 其實那個 劉邦 本身沒有意識到 韓信的作用 因為呢 是蕭和 跟他說 韓信 打仗一流 所以是蕭和 突然 把他追回來 還有以前的那個 這個是搞笑的 合影喔 就是那個 那個 韓信的作用就是 後面那個蕭和 把他追回來 但是其實 最後那個韓信死的 也是蕭和 把他逃死的 所以他那個 蕭和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劉備 劉備去 請那個諸葛亮 劉備請諸葛亮 劉備請諸葛亮 請了三次 最後那個才感動了 諸葛亮 我們看看那個 妨礙怎麼那個 怎麼追求那個 主大獸 主大獸是一個 明朝的將領 主大獸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他是那個 吳三桂的舅 吳三桂的舅 就是 這個人呢 是一個 這個 這個那個 明朝 明朝那個 崇禎早期 專門派他那個 對付這個清朝的一個人 叫袁崇煥 袁崇煥可能大家比較知道 但他大概 只做了 是那個 任了一個 叫 紀遼都市 做了兩年的時候 黃奈吉打到北京城下 結果他那個 袁崇煥再跟他打了一戰的時候 把他們 把黃奈吉倒退了 然後那個 袁崇煥就被重甄猝死了 然後猝死之後 後面這個 主要的將領就是這個 主大獸 因為他這個 這個 主大獸呢 就是他 他跟那個黃奈吉 就是長期的 那個 對戰 因為他是為了守 在那個清朝 在明朝 那個時期 在 比擋那個 清朝的 有三道光塔 最遠就是那個 景州 然後中間那樣寧眼 最後一個就是山海關 就三道光塔 因為他是三道光塔 在那個 遼寧的 遼溪主廊 這三道光塔 就是經歷很多年都通過 然後 這個 第一道我們就看一下那個 就是那個 大陵河 在1931年的時候 黃奈吉派了幾萬人 就圍攻 圍攻這個 大陵河 這個大陵河 這個大陵河城呢 這個時候就是主大獸 這個時候他就被圍了一年 那個 裡面的人子 因為什麼東西都沒得吃 三萬人只吃一萬多 最後沒辦法 然後 主大獸跟了 所有的子弟 出城投降 然後那個 黃奈吉就 給他一個最高標準說 那個 投降然後退 結果 他那個 全部就投降 投降之後那個 主大獸就跟他說 就當天跟他說 我現在投降 別人還不知道 我現在 你怕我做內應 我現在幫你把那個 景州拿下來 就是景州大概幾天 最相當於我們在 跟我現在廣州投降 那個那個什麼 佛山還沒有還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自己帶幾個人去 我去 因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他的官司很大 他是一個總兵 他去的時候 然後 那個 他跟他那樣說 那個黃奈吉就投降 他說你去吧 那你去吧 結果他去了之後 他馬上就被辦清朝了 他其實跟清朝發過事了 跟他說那我來投降 就是在第一次投降 然後 每幾天就被辦 他被判了之後 他到那個人 那幾周之後呢 他的寫問信跟他說 我現在沒機會 你現在不要聯繫我了 我現在沒機會 做內應 我沒機會 幫你把那個神拿下來 就不要聯繫我了 結果呢 這個 然後這個 黃奈吉都拍密使 去找他 那個他都不理他 然後等到幾年之後 他才發現 黃奈吉就發現 原來這個主大獸騙他 是第一次欺騙他 但是他那個主大獸 他的好幾個子女 就是他那個 跟他打仗了 那些 有好幾個兒子 就其實在清兵營裡面 但是呢 黃奈吉沒有殺他 就是 他他老爹就是自己騙他 但是他自己走了 但是他 他沒殺害 而且他還給他們安排官做 給他們 打仗 就是他這個 像他那個什麼 竹歌法之間 他都 給他做那個 比較大的官 而且是能 帶兵打仗了 因為他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主大獸 他們自家人 他們大概是在 山東遼寧這代的 職業軍人 就是他們 主大獸這個人 是比較忠於明朝的 但他這個子弟 是常常在那裡打仗 有點像那僱用兵 就是 其實他這個 打仗的人 就沒有那麼文真 那麼多那個國家觀念 他就想說 我武漢到清朝 他們做了平常 那你無所謂 我就忠誠清朝 大概這個情況 然後這幾個人呢 後面變成那個清朝 比較大的官 變成 好幾個都是 這個做那個巡捕 然後耿都了 到這個級別 然後這 大概七年後 黃大吉開始 又要進攻 那個景州 然後派人 給他敗話 說幾年 是這個時候 其實他已經知道 那個主大獸都被判他了 新來他讓你 讓你決定說 你自己要如在清朝 和明朝 我不勉強你 然後我們建議面談要 他說如果你 你如果 你來的話 我不抓你 如果我抓你 我就 我對皇帝就沒什麼 那個信用了 但是主大獸 不理他 就怎麼 你怎麼說他就不理他 讓他人家 畢脫死 主大獸就 完全沒理他 就是這個情況 然後再過幾年 這是 這個 六金會 很大的戰爭 就是 那個清朝 和明朝 最後也是一場大戰 在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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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警之下 這是戰爭 滿清投入了 20多萬兵力 全 全國 清全國之力 攻打這個 民警了 然後明朝最後 所有的 就是金隊 20多萬也投入了 然後 大概打了兩三年的時間 也是接近全國 滿清國地 也那個水灯很大 二十幾萬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洪辰酬 洪辰酬那個時候是他的 清 就是明朝的 兵部上書 還有一個紀导組 其實洪辰酬那個時候 他1638年 他做了一件事 他把那個李治成 跟那個 那個三縣中 那兩個農民軍 就把他全部打敗了 差不多 消滅了 剩十幾個人 然後他消滅完之後 那個洪辰 就洪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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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抓了 被抓之後 然後這個祖大叔 那個 這個 這個 圍困了一年 就被他圍困了一年 就自治倒實了 就終於開 又再出來投降 隔了多少年 隔了十一年 然後十一年 然後在祖大叔 就被他帶到那個黃大吉 那個 下面 黃大吉跟他說 你你雖然背叛我 但是你是為了你的 你的那個 那個那個 皇帝還為你 家徒 整個家徒 所以我這個東西 我還不會殺你 然後我還是那個 你希望你以後我有做事就行了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 對他的態度的 其中是 很好 他都沒有說 我這個 你還如果這個人 這樣背叛你 他一個皇帝 他 他都沒殺 然後這個 祖大叔 他投降之後 他就開始給那個 吳三桂寫信 因為吳三桂 他那個 是他的那個 外生 吳三桂是他的外生 所以他給他寫信 他後面就 發了一比較重大的 他這個 紅塵 紅塵是那個 明朝裡面投降 清朝 最大的官 兵部上書 然後是去殘埃統 這個 全國總司令 然後他這個 但是其實這個 紅塵州打仗是一流的 只不過他那時候明朝呢 可能也沒錢啊 然後這些人呢 又互相鬥爭 誰也不聽誰 最後呢 最後就那個 幾十萬軍軍 一拜福利 最後被抓了 被抓了之後 他本來這個 紅塵州獎自殺了 但是後面被那個 黃太吉感中了 就是 因為他 那個 這個 換完你跟他說 這個 這個人如果能夠欠強 他以後有很大的作用 知道 為什麼這個人有很大的作用 然後 後面我們就知道 就是 你現在看 他只是一個 那個 敗兵之將 但是他後面就 比較大的作用 就是 這些人呢 嗯 大概有這個 幾個 就他發展人才 大概有這幾個 歷史 就開始呢 這幾個 漢人呢 開始比較早期間 所以在投降 但是通過打仗呢 嗯 尤其這個 大聯合的戰略之後呢 他就把那個 嗯 祖大壽他整個 下屬啊 他這批人都是那個 比較職業的軍隊 就是把這批下屬呢 都 都抓了 這些下屬呢 每個人都會打仗 而且那個 敗兵打仗都一流了 而且還是有那個 還是有那個 有贊助是這樣 像這些人 他們 經常給那個 黃太吉 打雞胎 打雞血吧 什麼意思 就是說 黃太吉比較親情 但是他那個 實力還不足於 就是他要平衡這些關係 就是這些人 後面都變成那個 基本上就是那個 像這個 後面那個 陝西的總部 很多都是那個 巡谷啊 總部兵級別 就是一個地區的那個 司令 就體驗了 然後 到 到 那個大陵和戰地 就後面 就不止 在這之前 基本上就是女軍打那個 漢人 就是 我帶那個 我的部落跟你打 那之後 他就變了很多 那個漢軍 還有那個別的 人 基本上就 漢人跟那個 女軍加在一起 打漢人 就打明塔 就 1931年之後的事情 所以呢 大概這個 情況 然後他後面呢 開始 那個 頭腔他的輪越來越多 這些人都比較 就比較重要 像那個 紅森頭啊 還有那個 耿仲銘啊 上科系啊 什麼時候之類 就給他們慢慢給他 觸摩畫色 然後給他那個 文的 給他那邊的寫文書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這些人呢 他不敢 那個中醫清朝 他也對那個 黃奈吉 非常忠誠 就是 他後面 就是比較 就是多滾 後面其實他多滾 他後面接管了 他那個 四政王 但是多滾一直沒有奪權成功 就是因為這位人 非常忠誠 那個黃奈吉 他反對那個多滾 那個上台 因為他們 基本上都是屬於 這個 就是 那個黃奈吉 自己招進來的人才 所以他後面那個 我們多滾向了一個 另一個CEO 跟別人不怎麼忠誠 就是 後面才能把 那個黃奈吉的 子孫後代 才能 繼續做這個 大清的皇帝 所以 其實黃奈吉 他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他並不是一個 就是 他遠見見到說 我有 這個國家 整個帝王 或者整個王 王位 整個中原都是我的 但是呢 他通過 不斷的招待人才 他建立一些 組織力量 他後面 又不斷的 給他設定更高的目標 因為他 黃奈吉他開始的時候 早期的時候 他只是想 做一個部落主 然後呢 後面他又想做一個 像那個 大清的時候 像那個 宋朝的時候 那個大清的地方性政權 就是 那個 金朝 然後呢 等到 你招了這麼多人 這麼多 比較有能力的人才之後 他發現 如果你 目標率的 不夠大 不夠高 這些人可能也離心了 就是 你讓我 做一個小公司的 那個 部門領導 那可能 這些人也沒興趣 因為你看 像那個 吳山貴或的 紅塵頭這些人 都是做過 那個 兵部尚夫人 他不會 他不會 乾淨做一個 小部落的 那個 小領導 對不對 所以他後面 他們會 跟他說 你有資格 你有能力 倒下江山 所以他會推動他 推動整個組織 推動他對人 去樹立更高的目標 說我們要 發展得更好 就像我們現在公司裡面 就是你一個小公司 就招一些比較大的人 後面就 用我們業務發展 然後 上市 上拉斯達克 就類似這樣 所以他就有一個 互相激勵的作用 就是 這些人 他會加入最大一個 這個作用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 他大概那個 民警之戰 就 165 42年 最大一次規模的大戰 完了之後 明朝 大概 最核心的一樣 就已經被他摧毀了 然後 但是他1643年 那個他就死了 他死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大概的情況 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圖 剛剛是三面還敵 但是現在到這個時候 他已經完成了 那個 蒙古被他征服了 蒙古是1635年被他征服了 他征服蒙古之後 打敗之後 這個蒙古開始 就服了他 他就 他還有一個收穫 就拿到一個叫 全國御席 因為蒙古以前是那個 元朝嘛 元朝就是一個 正統的王朝嘛 就是他 他有 有說那個正統王朝 裡面有個御席嘛 然後他那時候逃到那個 內蒙古那一帶 結果被他打敗之後 就是那個人就把那個 御席就獻給他 獻給他 獻給他之後 他覺得他自己有資格做一個 那個 異國自主了 然後他就開始那個 改了那個 國號 然後他稱帝 1636年他就稱帝 稱帝的時候就是 1636年稱帝的時候 因為他不想那個 他有個想法 他如果他改 因為他那邊給他改名叫 金嘛 我們叫後金 但是其實他那個 國號叫金 但是他覺得這個金呢 會有個問題就是 會激勵中國人的仇恨 因為那個金呢 以前滅過北宋 就是北宋的時候 那個宋徽宗 那個宋清宗 被他抓了 整個王族被他抓走了 所以他覺得這個 漢人呢 對這個金 如果我們現在稱帝國號的金呢 別人就不會服你的 因為那個仇恨太大了 像我們日本人 跟我們侵略過我們 我們對日本那個 所以他就把那個金改成 清 叫做大清 就首先把這個 然後他把那個 那個女尊徒呢 改叫馬州 就是他把那個名號 改了這個 讓別人 為他以處 讓那個 過月以後 那個用戶啊 用戶體驗更好一點 但是 改了那個 華號叫金 改成清 然後 女尊又改成馬州 然後呢 他開始又意識到 那個朝鮮 那個朝鮮是那個 明朝的附中國 如果他 清朝 跟那個明朝打仗的時候 朝鮮會在背後 給他那個 給他支援嘛 所以他 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呢 大概 李治成跟戰艦中 跟明朝在打仗的情形 所以他趁這個時間呢 他帶了十萬個人 就把那個朝鮮 整個打服了 他就直接追殺那個朝鮮的國王 然後追了他出了城 他就不攻 他直接追殺了 朝鮮以前的那個 守住可能在那個 現在的平壇 不是吧 然後他追到那個 現在的守夥 叫漢城 這個 那個時候叫南漢的山城 所以 後面那個 現在那個 朝 那個北韓 那個韓國的 守住旁邊 十八星那邊 就是漢城 然後現在圍了他 他大概幾十天 或者幾天 那個朝鮮的國王 最後給他放一句話 你出來投降 就免死 不出來 我就屠城 然後後面那個 殘養國王就老實了 就出來 三敗主扣 這個韓國會拍過片 叫南漢山城 說明說 這個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就是他後面那個 朝鮮國王出來 對他三敗主扣 從此就認服了 就做他的番薯 然後 番薯國 然後每年給他盡控 他就把這個解決了 把那個蒙古也解決了 所以他那個三敗主扣 就在他那個當政的期間 然後開始創了一個 滿軍八旗 因為他不斷的打放了 很多漢國加入 然後他也創了 跟那個 滿洲一樣的 那個八旗制度 就把它編到那個 叫漢軍八旗 還有一個叫蒙古八旗 到邊邊邊邊邊 大概有五六萬的 然後 最後就這個那個 松井之戰 最後一次大戰 就全部 全部兵力就服務 跟那個明朝打了這個大黨 然後他就死了 就是他做了這個 就是他做了這個 他大概他做了那個 在他那個十幾年的那個 就是那個 黃昌當政期間 他做了 這麼多 這麼多大戰 但是最主要的 大概就是蒙阿德 就是薩古 然後最後一次就是那個 松井大戰 這兩次呢 大概摧毀了大明 比較 比較重的那個 一個重創 因為到193 那個42年的時候 大明基本上就沒什麼兵力 但是明朝的時候 投入20萬兵力 就是真的是 認識到這個 這個清條隊來威脅得多大 就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 然後那個 跟戰 打的是大戰 這大戰呢 嗯 相當於把明朝 最偶的那個 中間的力量 完全摧毀了 那在過程中 那個 黃太平其實非常欣賞 那個 吳昌貴 因為呢 他第一次那個 吳昌貴很小的時候 吳昌那個老爹 叫吳襄 吳襄這個人是 是那個 就是他那個 祖大壽的那個 妹夫 這個人呢 就是有點難想 他第一次呢 他是一個總兵 他帶兵50個人出行 就被黃太平包圍救了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時候 吳昌貴才18歲 18歲 他在城上看到 那個他老爹被抓 被包圍救了 他跟祖大壽說 派兵去救他 他祖大壽跟他說 我們現在派兵出去 怎麼會被 被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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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拒絕了 然後吳昌貴 衝出去 快要20多個人 衝出去 把他老爹救了 所以那個 這個黃太平覺得這個人很牛逼 就覺得這個人才 這個 這個小年輕很牛逼 所以我以後能得到這個人才 我就能得到天下 這是 這個吳昌貴年輕的時候 這個吳昌貴 他其實是個打仗 非常 勇敢的人 然後 他跟他爹 就玩得不一樣 他爹 那個吳昌貴年輕 他爹 有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在那個 這個 這個聳錦大壽的時候 他爹也是一個總兵 跟那個祖大壽 是那個 姐妹夫 他這個 後面這個 這個 這個聳錦大壽 跑了 三年時間 後來 那個關鍵時候 那個 還有率領 十幾萬人 去那個 去援助的時候 他爹 看到那個 情色不妙 他這裡先跑了 他就帶了幾萬軍隊 他自己偷偷跑了 做團跑了 先跑 結果整個軍隊 就被那個 全滅了 所以他爹也好 跑回去的時候 被那個 陳真 抓到牢裡面 坐牢了 但是呢 他那個 那個吳昌貴就非常勇敢 他就跑了 那個後面他 他是唯一這個大戰裡面 嗯 二十多萬軍隊 他是唯一個 這個吳昌貴 唯一個 帥領一級軍隊 五千個人 跑掉了 所有的軍隊 都被那個 洪泰迪 那個 圍住 然後被他那個 殲滅了 但是 吳昌貴是唯一個 跑三路跑走的 就是 很少的 很少的軍隊 跑路跑掉了 所以那個 洪泰迪就非常勇敢 他 說這個人是那個漢子 如果能得到這個人 有的 所以那個 黃泰迪不相信 講這個 武昌貴 雖然他是 那個武昌貴 跟他是一個對手 但是他這個時候 他死 黃泰迪死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 他那個 跟民調的大戰啊 所以這些 大的戰略 他都已經打架了 那時候 他死了之後呢 其實又經歷過一次 很 類似他上台的時候 更激烈的 鬥爭 因為他死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 他的兒子 他大兒子叫豪格 大兒子 他九天的多兒子 還大幾歲 那豪格 他就有兩個 兩個 兩個 兩棋的軍力 而且這個時候軍力 就更大 而且那個豪格 他還有一個支持 就是那個 鄭蘭提 因為那個 鄭蘭提 本來是那個 芒古爾太 死了之後 又被收回去了 所以他這個 有三棋的軍力 支持他 那個多滾 本來是想上台的 因為多滾 其實是那個 黃泰迪把他扶持起來 把他培養起來 多滾 是同一個小孩子 那個黃泰迪 黃泰迪把他培養起來 因為 在打盪裡面 每個人都會打盪 那多滾是 裡面這個人 有那個政治頭腦 就能幫他管事 所以 他黃泰迪把那個多滾 把他放在那個 他的三層六部制裡面 做一個 主要的管理官員 所以他這個 比較有頭腦 那多滾就想上台 那個多滾 就跟他關係最好 就支持他 所以他們兩兄弟呢 有兩棋的兵力 那個 鄭白旗 跟那個 鄉白旗的兵力 但是呢 黃泰迪這裡的那個手下 這些人全部不支持他 將那個什麼 後面 可能你們聽到 豪拜 豪拜這個人 豪拜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 江王旗下面的 豪拜還有一個人 叫索尼 這些人 這些人 都是那個 就是開始 如果他 在那個 推選大會 開始拿刀出來 他說 誰 不那個 如果不推舉 那個黃泰迪的 子弟上台呢 他就跟隨兵命 結果呢 放下這句話 然後叫幾級的兵力 排隊 你要多滾就有人來怕 因為你要嘛就是跟別人開戰了 跟他開戰 他又打不贏 所以啊 他放下這句話 之後他多滾後來就想啊 就 那個 就就就就 那個豪哥呢 就覺得這個 豪哥是他的黨子嘛 而且打仗也可以 就覺得這個 這個所謂的 地位啊 這個條件 我是最合了 他就自己裝 他自己裝大方啊 他說 我這個年少獨博 我沒這個做那個 我沒這個上位 我先走吧 他想呢 下次想 你推為盡 讓別人來推舉他 結果啊 他這個多滾就 因為他這些人裡面 叫多滾的 那個頭腦 政治頭腦最好 他就想 如果豪哥不上的話 他這裡也要上也很難 但是他對豪哥是一個死敵關係 就是 他最後想了一個辦法 他說我們兩個都不上 我們還是避那個太宗的 那個 這個他親太宗 親太宗的子孫 但是我們兩個都不上 就是讓他另一個小兒子 福玲 就是後面的順次 這個人大概有四五歲 就立他作為那個 這個皇帝 然後呢 他跟另一個人叫做 濟爾哈朗 濟爾哈朗 濟爾哈朗是那個 也是他的堂兄弟 濟爾哈朗是那個 阿敏的兄弟 就是那個奴阿赤的那個 子子 這兩個人呢 濟爾哈朗是跟那個 王太極的框建 就這兩個人做那個 摄政王 然後他做摄政王 然後 其他人就 就那個 推舉那個 福玲 就順次做那個 新的皇帝 然後 然後 那個 豪哥就因為他自己說了那個話 兩雙兵 結果失敗了 結果那個 就沒資格被排除在外面 所以呢 他這兩個人層次都沒有跟當地位 但是他通過戰時的妥協呢 就 把那個 順次扶上台 但是呢 這個時候 那個 因為那個 羅魂呢 他長期是幫那個 文奈及管理這個 整個體系的嘛 雖然他是 基本上 繼承了他的政治策略啊 所有的政治遺產 都是 包括他那個 像他後面 他的那個 對名才 那個 戰略啊 他要怎樣 先把那個 然後 然後 後面 讓明朝 那一段 因為他那個時候明朝那個 李治城 因為 李治城本來在16 38年的時候被那個 紅城仇打了 就剩18個人了 跑路了 但是呢 紅城仇他 他被調主到那個 跟大清打仗 結果被抓 然後那邊呢 又就亂起來 那個明朝後面有很多飢荒嘛 李治城那個 就開始慢慢 那個 那個 因為他那個 很多基民 或者農民 就開始加入他的 大順軍了 但是我們講這個 就是說他那個 黃培平 他那個 他的政治遺產 他的策略啊 就被一個多分 大部分繼承了 還有另一個人 就是他 他老婆 叫做校莊 其實那個 黃培平他有15個老婆 但是他比較 寵愛的是那個 校莊姊 叫做校莊姊 但是他那個 姐的死了 就是大概 大概 大概 大四兩年了 這個 黃培平呢 就 這些人呢 可能就學了他的 一部分的策略 這個校公 也是非常有 政治智慧的女人 他後面 補足了那個 順治還有康熙 幾十年 就把他黃培平這套 政治策略什麼 之類的 都灌輸下去 因為呢 康熙在那個 上臺 還有這個順治上臺 後面很多 那個政治運作 他們兩個人 都死來去的時候 他不可能有這個 政治策略 都是應該都是他 這個他親媽給他了 就是包括後面 整個班黨 班黨那個多魁的勢力啊 還有那個 豪拜的勢力啊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黃培平死之後 那個 1644年代的 形式 這個 這個上海關大概這樣 就是 如果你去過東北大概 應該知道 東北其實是我們那個 北方的 街廊的地方很大 但是真正呢 能夠 達到那個 中原的地方 只有很小的 那個 靠近海邊很小的 一個小地帶 叫寮溪祖廊 因為其實前 這個比較大的 街廊的地方 是今天蒙古那裡 全部都是高山 所以呢 他只有大概 這裡一百多公里到海邊 一百多公里 那個 那個寮溪祖廊 所以呢 這裡有三道關塔 這個是最後一道關 那個山海關 前面還有那個 那個 林遠和景州 這三道關塔呢 基本上一卡住 就怎麼樣也打不進來 所以他那個時候 山海關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那個 武昌貴很重要 因為武昌貴這個時候 他就負責 正走這個 山海關 就是你要打仗 你要打住明朝 這些地方都是你 清朝的騎兵 是不可能走山路嘛 這麼多這麼高的山 走不過了 所以只能走到一個平原 在海邊 那這邊又 又住好了 你又沒有那個大船進去 所以呢 就基本上 只能走這裡 所以他必須要 打這裡 所以這時候呢 1644年的時候 那個形勢就要很大 因為呢 這個時候 那個李自成 李自成本來是 突然竄起了 他本來 本來想去那個 北京 進入北京 跟那個崇禎 要一個官 做一個 叫那個 那個 陕西王 但是呢 其實他北京的時候 那個 北京那個 那個 那個 兵部 那個 總筆 就這裡開 那個 開城門啊 就投降了 然後呢 他就 進城了 進城的時候 他沒有想過 他真的要殺那個崇禎 他想跟他說 你封我那個 河南 陕西給我做 那個 那個 陕西王 然後我就走了 我還幫你平靜那個 張倩忠他們 這些農民起義啊 結果他 他進城的時候 那個崇禎 他覺得 跑去殺他 自己就跑去上吊 跟那個梅山上吊 就是那個北京那個 故宮後面那個山 就跑去上吊 然後那個 李治藤他們就 就開始進去 進那個北京 什麼 進了之後 發現一個問題 他本來跟這些農民軍呢 其實是 好兄弟嘛 就一起去打江山 那想打江山 大概有什麼 有什麼好處啊 有錢 有女人 結果到 他到明朝那裡 他開了國庫裡面 只有十幾萬兩銀子 就是已經沒錢了 那已經到後面 已經真的沒錢了 收稅也收不上 結果他們一開 那個國庫裡面 全部只有 那個一點賺錢 那怎麼辦呢 李治藤自己住進皇宮了 他那個首先不滿了 然後那首先怎麼不滿了 像那個劉忠敏 就是大將跟他好兄弟 就開始在北京裡面 抓那個官員 每個人抓起來打 大官就交一萬 小官交五千點 就開始四十打來了 然後那個大官就開始 那個大將軍開始 那個勒索黑的以前的大官 那小兵呢 就開始去那個 搶別的那個民房啊 民旅啊這樣 所以那北京呢 就開始 他沒幾天 那個經濟就很壞壞了 所以那個北京就 就抓別人 沒幾天的孩子 就搞得很恐怖 就是那個平民 老百姓呢 就強烈被搶 然後大官就被抓了 這個時候呢 其實那個 多本開始 有跟那個李治藤聯系的 跟他說 我們要不一起 就是大概在1640年早期的時候 發了好幾個姓名 他說 我們一起 那個島大明 然後那個共婚 華北中原 李治藤 剛才被姓都沒有回覆 可能還看不起他 或者是他覺得 對著都不然拿牙 那兩人都不理他 所以他一直沒有回覆 就這個時候那個 清朝是沒有想過 一看說 老敗這個 明朝 他想跟他共婚松原 然後他就沒理他 然後這個時候那個 李治藤 他有想過一個比較重要的事 因為那個 他有位手下叫李延 跟他說 你要 讓他手下 那個上海關 那個上海關的 那個總兵 武三貴 就跟他說 他全家被他抓了 但是呢 你以後 那個孝頓給我 孝頓給我 然後我告訴你 平溪侯 因為他那個時候 那個武三貴的 那個 官職啊 他的爵位呢 叫平溪侯 平溪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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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一集就 就是侯嘛 平溪侯 然後還送了他四萬人 當然這個武三貴 他那時候想法是什麼 武三貴的想法是 因為他那時候 他大概武三貴 大概五六萬的兵力吧 他自己的那個 正規軍有五萬 那後面還有幾萬的民兵 他這個要想 因為他那個 李治藤 讓他投降的時候 他有想過要投降 但他不確定 就是 不知道 去投降李治藤會怎麼樣 所以他 首先做了一件事情 問一下他的手下 說 你們準備怎麼樣 我現在收到這封信 你們有什麼想法 他的手下就跟他說 那個你是老大 你想怎麼樣 我們都跟隨你 所以他覺得他的手下 很忠誠 對他 對他很忠誠 所以他就沒有顧慮 他就可以兩邊選 因為 如果清堂那邊 他有個舅舅在那邊 做比較大的官 他的堂堆啊 有一大堆在清堂裡面做官 就是做那個大清的官 所以他對想 大清那邊 因為他跟他大清那邊打仗 也打過好幾次 比較了解 他覺得這個大清的人 就是 無謂就搶錢啊 搶那些女人啊 搶回去吧 就沒想過 你要入主中原 所以他就想這樣 我呢 跟清潮做一筆交易 然後呢 引他們進來 然後搞定一致城 然後那時候把那個寮西 割給清潮就行了 再給他一筆錢 大概那個時候 他就 如果把這個理性搞定的話 他就能做完畢了 他就能 那個 因為那時候重生離死了 大概他死了 那個一個月之間 發生了事 他的想法就這樣 然後呢 他就給那個 給清潮寫了一封信 那個寫了一封信 那個寫了一封信 說那個 這個賊寇就把 把他那個 像中間把他那個 組織 從根給滅了 所以他現在 跟他想 如果你 你 竟然把他滅了之後呢 就是錢啊 錢 那個 大把 然後到時候 裂地為仇 就是說到時候 那個寮西都割給你 他大概就想 就想吧 那清潮就想 也不錯 就跟他 跟他講了這句話 就說 因為他以前跟那個 多滾堂打仗了 因為他是那個 沙海官 跟那個 黃奈基打仗 就是說 以前 你就像那個以前的齊王公 那個 下面的那個 管仲 因為齊王公跟管仲 其實他用管仲之前 那個管仲也是齊王公的那個 敵手 管仲還 那個 試見試過齊王公 他後面齊王公 他沒有 沒有介意這件事情 就用他做百相 所以他又成為霸業 他就這個 這封是一個 那個化文成本來寫的 就是他這個事情 他把這個比喻說 這個 以前你跟我打仗 但是其實我不介意 現在 你問你 投誠的話 我就封你回王 然後封 那個 國土 敬禮方王 然後共享故貴 然後 兩個人 他們就 就那個 他同一致了 結果 李志成等了很久 那個吳三桂沒有回信給他 就用了 就派了 先派了八千人 問他什麼意思 吳三桂就不回他 然後就打起來 拿起來 那個 八千人就被吳三桂 逃兵了 又派了一次幾千個人 又被逃兵了 然後李志成 這裡 就那個 代兵出戰 你這個 大概是 他在 其實他李志成也有很多兵力 但是他有很多 是 部署在那個 陝西河南那邊 他在北京進了 大概只有十來萬的兵力 他就把那個精隊 全部 敗著 然後就準備 去打那個 吳三桂 因為他這個 把這個 三桂搞定很重要 對他來說 所以他就 準備去打吳三桂 差不多到的時候 胡三桂 探討他 這個 你正成的兵力 也很厲害 趕緊就去找那個 多河滾 趕緊去跑 找多河滾 多河滾 就叫他 剃頭 因為你要投降給清朝 第一件事 叫他剃頭 就把那個 以前清朝 把那個頭掛踢到 那個豬尾巴 剃頭 讓你投成 然後他剃頭了 然後讓你所有的兵 蒙一塊白布 因為他以前那個 農民兵 跟他不好分辨 在他手上 拿一個白布 然後就說 欸 在哪裡開戰 在這個 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就有一片子 這裡 在這個山海關旁邊 這個當然有一個 山坡間 在那裡打敗 然後呢 那個時候 其實時間非常緊急 因為那個 多河滾 外兵 從那個 路關的時候 大概衝了好幾天 每一個人 衝了好幾天 等到多河滾衝到這裡的時候 發現他們已經打起來了 然後呢 大概打了 打了兩三天 然後那個 那個 武三櫃開始出一下關了 開始出一下關了 然後那個時候突然 過了幾大風沙 然後那個武三櫃 兩邊的消耗很大 就是 武三櫃開始慢慢引不住了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清兵突然就衝出來 大概 然後衝出來 就把那個 這個 李治成他沒預計到 突然會有清兵出來 結果他是一敗足利 就是 十大萬人 可能 死剩幾萬人 三四萬人 跑回北京了 就從這裡跑回北京了 然後這個青桃就開始追殺過去了 就是整個 就是武三 因為他 其實他這個青桃的這個 範略也是比較對的 就讓他們兩個 兩敗聚傷了 就是他們兩邊 因為武三櫃的兵力其實也很厲害 但是他跟那個 李治成血拼了 大概 他七八萬隊啊 李治成十大萬 血拼了大概 可能兩敗聚殺了 所以青桃這個時候就開始 把他那個 武三櫃的剩下的兵力 編成一隊 然後就開始 讓他去追殺李治成了 然後那個青桃呢 就 到北京了 入關北京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李治成呢 其實他 李治成其實他也是有機會 他已經做了那個皇帝了嘛 他已經入了北京 他為什麼 他沒有做文漿 他後面也是進入長安 然後殺了一大堆人 然後最後 也沒多久就被殺了 結果他最終 沒有成功 因為呢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那個 他們那個 李治成的組織 是怎麼樣 他就 他也有那個奴士 然後他也有那個 降臨 他的奴士 像這個人 就比較有那個 是一個秀才 比較有才華 就給他那個 設定說 那個戰略啊 怎麼 管理好軍績啊 然後給他引進 引介這些人 引介這個人 就是那個 李治成的第一號 第一號那個奴士 那這個人呢 問題是 這個人給他 給李治成的 那這個人就 後面把他搞死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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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李治成說 這個人有 某款心理 怎麼樣 後面 他就自相殘殺了 然後這個人後面 那李治成敗了 他就投降清潮了 只不過投降清潮了 只不過投降清潮了 他名聲很臭 那個 然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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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劉忠明 劉忠明呢 就是 很多那個歷史書 不是說一個事情嗎 五三貴 助官是為了什麼 為了一個女人嗎 對啊 這個 成年人就是 不太貴的一個小妾吧 他大概因為劉忠明 在北京的時候 他就是李治成的好兄弟 李治成的好兄弟 李治成自己住了北京城 然後裡面的宮女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然後劉忠明說 你做了皇帝 你還想幹嘛 李治成其實跟他們說 你們為什麼不做 幫助我做一個好兄弟 然後他們就跟他這樣 好兄弟跟他說 你這皇帝的權力歸你啊 然後我們自己去搶錢 就歸我 別叽叽挖 就直接跟他這樣說 所以李治成其實他 他沒辦法約束這些手下 因為他跟他們是好兄弟 這個人 這個人 他那個 那個 行為啊 他的衣食住行 很苦恕了 就是 他那個那個那個闖房 但是呢 他分別好兄弟 跟他那個 勤同手足了 但是這個 這個勤同手足 其實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到那個關鍵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 比方蠻的角色的時候 是他做不到的 就是 我現在要讓你們 我自己 祝福皇宮呢 為了好兄弟 在講那個 搶幾個旅人搶了錢 你能控制他 這個在那個 企業裡面也很重要 因為 有時候 你為了一些 什麼大的戰略 為了要長遠的影響 你可能要放棄 短期的利益 但是 如果你不放棄 你的好兄弟 你怎麼說服他呢 所以他這個 就是他為什麼 那個 跟那個多魂 就不一樣 多魂進那個北京的時候 他 因為以前清朝 那個 路關都是搶 搶 搶豬啊 搶牆啊 搶人啊 他剛剛說 如果你自己要進京啊 你一定要 經濟保的好 就是你不能萬殺人 那麼那個 就是一定要 你要穩江山 一定要那個 有好的經濟 所以呢 多魂就跟那個 八七幾乳 高比說 那個誰要是 搶 那個殺人 或者僵依 或者是什麼 比率出的 沒心想 就是清朝 他那個 紀律 那個權威啊 就一直 灌制得很好 那李自成就不行 就 那個 所以為什麼那個北京人 一說你這個李自成 那個 那個很痛 就是因為他 他 後面 他不能約束在手下 尋過這個 都是 那個農民嘛 農民的 本身的那個 眼光比較 比較淡淡 所以他自己 這個人 雖然有好的 那個謀士 但是這個人被他殺 然後這個人 這個人呢 給他 給他那個 在那個 每一個農民起義 他們最多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 就是討一下 神的預言 這個十八孩兒主天下 十八孩兒什麼意思啊 其實就是 你得猜出來 十八 就是給他造勢 但是呢 他後面呢 他發現 他在北京的時候發現 那個李自成 他後面呢 到北京的時候發現 這個人其實都是 都是那個 一群那個 乌合之眾 都是 一到那個北京 一到那個看到錢的時候 那個癢癢發光了 就是沒有那個眼見了 那個這個人就跑了 他就 後來 後來他那個 他就跑了 因為他看到他 他那裡比較有 有能力的人 也被李自成殺了 他就跑了 後來被輕刀 當然 就相對我們 所以我們相對來說 他們那個差別就是很明顯 那個李自成 在北京 大概 上海灣 報還北京 有幾天 報還幾天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又搶了一遍 然後把明朝的故宮 就是我們現在的故宮 金門湯被他燒了 就是我們後 現在後面看到那個故宮 其實是後面清朝重現了 明朝的故宮 基本上被他燒 因為他在燒那個故宮之前 他對跟雞做同利 他講呢 他在失敗之前 都撈一把吧 所以他跟那個清朝的這邊呢 黃太帝建了那個 黃太帝建了那個 主持的互相 黃太帝是怎麼用這個 換成幫他 其實那個多滾住官之前 其實多滾沒有信心說 他們贏了 他敗了那個十萬軍隊的時候 進進了中原的時候 他很猶豫 他那個時候有那個 在路邊的時候 他跟那個八十十五 說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啊 因為他怕一去的話 被那個團滅了怎麼辦 團滅了 整個清朝就滅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 所有的軍隊進出了 後面有個大會跑 叫那個黃安城過來 黃安城說 沒問題 一定能贏 一定能能就是衝 一定能夠奪下中原 因為他這個別人比較親親 因為他看了清朝那個 打仗比比較強 所以他知道 這個農民軍之類的人 都是閃 游兵閃有 然後他就給他那個信心 他換成仇 換成仇也 紅仇仇也是這樣 就給他說 因為那個 紅仇仇為什麼很重要 那個時候 多滾其實他很怕那個李自成 因為李自成 他套中有100萬軍力 他就覺得這個人 這麼多軍隊 然後又能把明朝那個 黃內逼死 這個人就很牛逼啊 然後多滾就有點怕 因為他沒跟那個李自成 打過仗 然後紅仇仇就這樣說 不用怕這個鳥人 這個鳥人 因為他以前都要打敗過 那個紅仇仇在 大概三四年 一六三八 大概六年前就把那個 把李自成啊 張天忠全部打 打到差不多 剩下十幾個人 但他沒想到 他後面發展這麼快 但是就是他這個人呢 後面就給他鼓吹 給他很大的信心說 清朝一定能夠信心中人 一定能夠打敗李自成 然後一定能夠打敗李自成 就是要有這些人才給他信心 後面才堅定信心說要入住中人 然後入住中人之前 他們又跟他約定說 要怎麼做 又覺得那個什麼辦法 才能穩定民心啊 才能穩定一個百姓啊 才能把信心才會反彈 這個很有錯誤 因為李自成他後面那個民心就進上了 他跑去北京之後 他就燒了祝宮 但是他跑的時候 就狼狽的被追殺了 結果跑的時候 那很多那個那個農民軍 就被農民 反而被農民追殺了 因為他那個農民自己 自然常常 就是他那個北京老是搶劫別人 結果他一落單那個農民軍 就被直接被那個追打 被北京的人追打 然後那一落單那個大順軍被追殺 結果他跑 他開始跑到那個河南 還有陝西那邊去 然後那個多穩就開始那個 進入那個北京了 他這個時候大概清朝 加上那個投降的軍隊啊 加上那個武藩會員 加加起來全部 全部那個整個民族加起來 整個25萬人 但是呢 其實這個時候 李再不是李自騰到這裡 他大概還有35萬的軍隊 張先生有25萬在那個四川重慶這裡 南明啊 這個 從東死的時候 還有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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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明朝的那一天啊 在江南的地方 就成了一個南明政府 成了一個南明 他們那個時候大概還有50萬的軍隊 所以清朝渡官的時候 他的軍隊大概對他們加起來是1比4 但是他透明就通過什麼辦法 那他們把它分裂 就是這幾個 這幾個王子 這幾個那個力量 他們也是互相 不能融合了 李自騰跟張先生 其實本來也是 是那個一起 一起義的好處理 但是兩個人 爭利不妥 然後 特裂決裂 這兩個人眼光都太淺 然後就太決裂 然後這兩個人不可能合作了 張倩中的殺人王嘛 張倩中去那個後面 他死在那個四川的時候 把整個幾乎把四川那個城路的屠殺在一起 然後還有這個南明 南明這邊呢就是 因為明朝有個問題就是 從東死的時候 他的那個幾個王子啊 大概就10來歲了 所以他們有個太子 那個太子被那個李自騰抓 他們就沒有太子 所以他們有幾個人 那個朱元璋有很多後代 但是每個人都覺得 他有這個做皇帝 所以他們開始就爭那個 安兵的君主是誰 後面有兩個 就是一個就是 洪光帝 就是大概是 全征的堂兄吧 然後他這裡就被那個推舉為帝 然後他大概還有幾十萬的軍隊 那幾十萬的軍隊啊 他們裡面就開始 就是那個內鬥 因為他那個推舉 他這個人上去的時候 是那個以前 魏忠賢 他奈黨人 奈派人叫做 燕黨 魏忠賢是一個太監 就是以前魏忠賢的奈派人 那個人叫做 馬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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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人叫 軟大城 這兩個人主要是 推舉他那個皇帝上去的 這兩個人呢 就是那個以前 魏忠賢的 舊黨 然後 另一批人叫 什科法他們那些人 是那個東陵黨人 他們 那個名字叫 復興 叫復士 就是復興士 類似這個 這個意思 然後這兩個人就 互相內鬥 經常那個 復服妥天 還有那個軍隊 也是 誰也不服誰 所以呢 這個時候那個 清朝大概花了 兩年的時間 就把全部 把他們團滅 清朝開始打 先打這兩個 把這兩個 然後這邊 這邊 清朝入關的時候 是那個 多魂在北京主政 多魂是 在虎政華 然後 太平打仗 就是多魏 就是早期他的地 那個 那個最小 那個多魏 派了 吳三貴 還有這個 祖大壽的 那個 幾個兒子 就追殺李智誠 李智誠 那個 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就被追殺到那個 那個 湖北 九宮山那裡 然後被農民治理 那個 打死了 那個 李智誠自己 可能想 經年 還有什麼意思 那個 九宮山被農民一除頭出死了 那個 張獻忠 就在追殺 追殺到那個 成都那裡 他有一天 帶了幾個人 去那個 在路上 在河邊 被清朝的兵 認出來 然後 下面那個 清朝兵 下面有一天 投降了那個 漢人 就是他的軍隊裡面 投降的人 跟他說這個人就是張獻忠 然後他找一個神劍手 又把他射箭射死了 張獻忠 所以這兩個人 大概很快 一年多 就被滅了 就南明也是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就被滅了 因為 他這個時候 多多又 攻了 那個揚州 揚州 那個 十個法 就是在兼手的 大概 他用那個 紅衣大化跟他打 大概十來天吧 然後那個 清兵水劍 後來他就 把這個揚州 都屠城了 可能殺了 有好幾十萬 叫揚州 十 然後大概這個南明 其實這個南明 存在時間很久 但是他大概兩年的時間 就 全部全軍後面 因為他 那個 很多內鬥 然後最後他 兩個黃衣 一個被追殺 一個被 被 投入了 然後 後面還有 因為 居然將他後代很多 就是 居然他 那個大明王 兩百多年 所以各地的那個什麼 姓朱人 馬上 一殺一隊就說 我又是王 什麼幾十代的孫子 我也這個做皇帝 他後面跑到廣州 廣州也有一個 朱元璋的後 那個後人 見了王朝 邵武帝 後面 兩三年之後 然後他廣州也又見了一個 邵武 那個 南明的王朝 然後趙姓也有一個 趙姓有一個 叫什麼 又叫什麼帝 然後兩個人也是 不知道什麼關係 反正都姓朱了 又打起來了 結果這些人就是 互打 然後後面沒多久 他就被那個 武三會 追殺 追殺 追到這邊 追到武明安中免殿了 最後一個皇帝 叫做那個 永利帝 其實他在 兩三年之後 結局都已經 已經被追到這邊了 然後大概十幾年之後 才那個 才被武三會 那個 親手殺了 但那個 兩三年之後 這個清朝 基本上就把這些事非全過之後 清除了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歷史是一樣 在北宋的時候 其實被那個經朝就滅過一次 就是那個 我們以前那個 講的那個靖康詞 北宋的時候被那個經的時候 那時候 北宋他不是在那個 在那個 在那個 滅了 跟那個經而滅了寮嗎 然後被那個經朝就滅了一次 但是滅了一次 他又能見了一個南宋 但是那個明朝 那為什麼被清朝 就是清朝其實也是以前的經 延續嘛 同一批人 幾百年後 五百年後 為什麼那個 明朝被滅呢 就不能延續呢 那個北宋就還能延續那個南宋 就是南宋 後面延續了一百多年 而且那個 南宋開始那個 他被滅的時候 他們跑的時候 那個條件比現在的南民還差 因為他幾乎 那個北宋被滅的時候 整個王室所有人都被抓 就只剩一個人 那個 宋高中 那個趙寇一個人跑了 幾乎沒有軍隊 那為什麼那個明朝 他後面那個條件哥馬 為什麼他不能 他不能那個 建一個南民 然後不能跟那個清朝對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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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歷史上其實是很類似 因為 人又是差不多同一批 那個 事件又差不多 很類似 所以他俘路 分色不一樣 所以他俘路 抵運問題 蛤 抵運問題 什麼抵運 因為南民是 隕石建立的 那個 那個那個 南宋也是啊 南宋被北宋被滅了 全部人被抓 就只有一個人 突然一個人跑了 就只有一個人跑 然後他這個人就是 這裡跑到那個 那個 那個 杭州那裡建了一個 王朝 他的條件都沒有那個 他跑的時候 他下面沒有兵 因為北宋是 所有的兵力什麼都 因為那個 經帝是滅北宋的時候 他是準備真的是 完全滅 團滅 他滅了北宋之後 他服了一個 漢人王帝 叫做張邦昌 但是那個漢人王帝 那個是他以前北宋的宰相 他做了兩年 他大概就很做 但是後面他這個 那個南宋 他跑到那個 南邊的時候 幾乎沒什麼 沒什麼條件 就是也沒兵力 因為那個 因為以前北宋的時候 那個兵力都是在 在京城的嘛 在開封那裡 在那裡都是 就是 進軍嘛 北宋的軍隊是進軍 在那裡被滅了的話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其他軍隊 在明朝其實 他後面還有地方軍隊 後面還組織起來 就這個 這個這個 就是他條件更好 但是他為什麼不行 而且 京的時候 現在這個清朝 他25萬人 25萬人 他為什麼能夠 搞得這麼大 因為你想如果他只是靠清 清軍的話 你25萬人每個人分 分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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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子 這個是 他都手过来 汉人管 汉人 其实他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宋朝的时候 宋朝的时候呢 比如说他比如说健康 他就能扛那个金朝也扛很久了 比如说他有人化成他一二十万的话 因为那个健康的城墙很高 那其实南京的城墙也是很高的 但当时其实已经处于这种兵器跟日兵器交界的时候 所以他守不住 这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跟石科法为什么打不过 为什么守不住 就是因为红衣大炮 南京没有红衣大炮 有 有一点不是很多 有一点没有他那么多 因为北京主要集中在北京跟红衣充内地 如果被收了 因为红衣大炮很难到 因为他的练进技术 基本上是很难做出这种东西 然后就是奇弱 就是那个什么 他内部的人员就是什么红衣充 他后面那个什么 就把红衣充的学生 然后他现在写了这种信息表面 那你不要一看了 这个页面挺好的 慢慢的是很人心涣散 好像很难以 那就是主要我觉得是主要是两个原因 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清朝的那个红衣充 黄衣充他改变那个那个汉的那个政策 就是刚刚汉总说那个像红衣充这个作用其实很大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郭卓他下来的时候 他下来跟那个池国打了一仗 但是呢 其实明朝很多那个南明五十万军队里面 投降 投降人有二十多万 那个时候清朝派下来的军队才几万人 结果二十多万人投降几万人 就是他为什么这个这个红衣充的作用这么大 因为就是这个红衣充他在清朝那时候 他的他的那个对明朝的作用就是 他在招降别人的时候他非常有说服力 这个人是明朝一个很大的那个最大的将领 然后他又是一个文人 然后他别人又看到他他投降之后 这个说服力就就别人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投降 但是那个清朝会他也不错 然后给他那个高官进学 然后他在后面他跟他 后面他招降这些南明里面 这些那个几十万军队里面 他基本上一说话呢 那个愿意投降了有十几万十几万 有两次 加加起来有二十三万 他为什么愿意投降 因为南明里面那些内部里面也很乱 第二就是没看到他投降给他 那个条件也不错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南明很快被灭 但是那个金灭北宋的时候最大的区别就是 金是真的想靠自己把整个中人吃下来 所以金是完全想靠自己的 就是他没有靠那个汉的 因为汉人也没有人投降给他 在金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金那个虽然打到那个江南 但是所有的文人 没有一个人投降那个金潮 包括那个张帮昌 虽然那个金呢 那个强行要他做那个皇帝 但是呢 他那个金潮退走的时候 他直接就把那个名号自己退位了 他说他不配做皇帝 他会有那个 他的真正的皇帝是那个姓赵典 所以他这个民族政策 还有在这个 那个人才政策 就那个金呢 怎么样他也灭不了那个 做不了中人 然后他灭不了那个南宋 因为所有的汉人都会组织在 赵典的那个旗帜之下 但是到那个大清下来的时候就不一样 大清下来他看到就有很多汉人的投降 然后像那个很大的官啊 红尘筹啊 这一出面呢 包括他们的学生或者是他丑相 他们都信得过这个人说话 然后呢 投降 要不然那个靠几万的清朝的军队 你要还要分成好几路 怎么可能打得赢这么多所有这些 那个明朝的那个县 后面的那个军人 所以他那个打完那个扬州之后 投降给那个清朝了 多多了那个南民军队有二十多万 所以他这个最最主要的核心呢 才是这个王太极 王太极这个马汉一家 他靠了他用人政策啊 他主持方式啊 他把这些都融解了 因为他他就没有说我这个小部队 这个小部落靠自己能够完成一个整个王朝的那个统治 但是他靠别人 然后他会授权给别人 然后他把这些人材 用到那个花卫最大的作用 他要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红尘头他们后面的招强的作用 他后来他那个多多打完仗 他就把那个江南这一带交给红尘头管理 就包括什么安主他们那个农民啊 他要怎么那个给他讲那个减税 因为清朝出关之后他发现很多那个地方的管理 就是这农民 如果我农民我中英明朝呢 那个明朝给他的税很高 收的税很高 他就给清朝嘛 清朝一进来第一次 第一件事就是减税 直接减半分之一 因为因为为什么 因为清朝军队共有的人很少 他不需要那么多那个税收 所以他直接就给他们减税 那减税就是那农民 或者是那个地方的乡生 他们就 那时候觉得你这个土日子不错啊 我我我我我投降给你 投过那个中英明朝 最多就替那头嘛 所以呢 因为他们那个经济状况就不好 不会像那明朝一样 那明朝这边又要那个加税 这边又要加税 所以他就那个 那个归户清朝的人 包括他的军队啊 包括那个小地主啊 农民啊 越来越多 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这个纪律又比较好 他又没有那个 他他有那个承担 但是他没有 没有说那个 抢那个老百姓的东西 他的军技又比较好 然后再加上那个红尘仇 他们变这些仇强的那个巨头人物的作用 所以他很快啊 就作为江山了 大概隔了两三年的时间 那个 最大的势力就被消灭了 所以他大概整个大清那个 为什么他没有通过几万人的军队 这个时候明朝前加起来 那个人口大概有两三亿吧 因为他们明朝经历过 一波人口大的爆炸 在明朝中期的时候 那个番薯啊 还有那些土豆啊 都传入中国了 所以他那个后面呢 那个人口就爆炸过一轮 大概有两亿的人口 因为那个时候明朝中后期的时候 那个科伦布发现那个南门大陆的时候 就把这个东西 后面通过那个欧洲传入中国了 所以后面那个番薯啊 土豆啊 就那个养人 其实土地啊 就养人都能够更多嘛 所以后面能够大概有两三亿的人 所以他这个红尘仇呢 大概就通过几万的军队 最后组成一个组织 征服了大概一个两亿的 两亿的那个国家 所以他这个整个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讲了 他是通过他的人权政策啊 能够政策啊 还有他的军纪啊 跟这些对比 跟那个李志诚啊 这些人对比啊 最后为什么 那个人会拥护他 或者是默认他能够统治呢 他不只是 你要靠那个打仗 二十几万人 你怎么跟这个 康熙 跟这些人打仗 你要是 就让你鼻子打打完之后 别人又反了 你长期消耗就肯定不行了 所以他通过这些政策 通过这些人要辅助他 最后 就能够 稳住他家康 最后 就入关 这个图大概就是他当时怎么 进入北京的时候 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 那个 这个图是 后面那个 前龙的时候 好像一个 一个画图 一个真 真的画图 那个 前龙 那个 打仗的 所以他对清朝 大概就这样 建立 但是后面呢 他那个版图又过到了 到那个前龙的时候 后面版图又过了 但是大概 明朝的那个江山 大概在这个过程中 就被那个 麦比士兵的战略 后面也存定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就是他 这个 建立一个皇朝的这个经历 去对一个 建一个企业啊 或者是 做一下其他事业啊 都有很大的 那个 激发 譬如说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 叫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建国 其实也跟这个 有点类似 因为 开始的时候也是 那个 国民党 那个抗日的时候 他们那个 发展 那个势力化很壮大 但是这个 清朝的时候也是 那个 李志成跟那个 明朝在打的时候 他也受益了 然后他这个 他的战术啊 他包括 那个 黄奈提他用的战术 用的 征服中国的这个战术 他这里 建立组织的战术 其实也很多 那个 东西也是后面 那个 毛主席也学了 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 这么小的 一个小部落 能征服这么大的国家 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 所以他 大部分的那个清朝 大部分的那个 统治啊 还是靠汉林的那个实现 因为 他到北京之后 他把那个 北京的本来 那个小城 分给那个 八旗的子弟 居住了 然后呢 后面的那个 重要的管理人 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 汉林大型把管 包括武三桂 这些人呢 武三桂后面要反 但是呢 后面又被平定了 就是说明 其实他后面呢 武三桂大概 在隔三个年有缓心 但是内核 其实武三桂说 那个缓心不明 没人信他 因为那个 中医清朝人 其实内核 比较多了 所以他后面 基本上就 就没成功 就是他这么 这么小的一个小部落 然后最后能够增 那个 然后又做个江山 他那个 人才政策 还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 大白就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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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哥